中产阶级对生活有自己的态度 成长意味着懂得用自律包裹住任性和欲望 很多时候消费不是为了炫富 不是为了情怀 也不是为了速度激情 是为了让家人更好的生活 让自己出门有个得力的帮手 如果你喜欢把车当成生活的帮手和日常的兄弟 服务仔细看看东风风神一轩MAX这款车 它的定位是93900到125900 非常适合中产阶级家庭的一个选择 它是A加级的车型 但是它的轴距却达到了2770毫米 什么水准 就是已经很接近我们熟悉的B级车 帕萨特雅阁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那另外就是它的动力系统 那这个配的是1.5T加上7速湿式双离合的马赫动力 另外它还有一套混动系统可以选择 今天我们试炸的这个就是传统的燃油版本 再来看看它的设计 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运动 非常的大气 那它叫赛道风暴美学 其实从细节来看 我们也能发现很多亮点 比如说它的隔山 还有它上面一个仿 这种贯穿式的设计 叠加在一起觉得很丰富也很精致 那另外你再来看看它的车灯 这个LED车灯是微微上翘 给人这种很有英气的感觉 下面有一个侧向的导风口 这样不仅增加了它的流体力学的一些特性 看起来也是很运动很动感 那我们再顺着车的侧面来看 它采用的是17寸的车轮 轮网叫疾风战斧轮网 整体设计还挺吸睛的 那这里有一个马赫的标志 其实就是给大家提示它动力吸妥 这个能力在这里 我们再顺着它侧面的线条往后看 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漂亮的小溜背 那线条非常舒展的延伸到尾部 尾部的车灯采用了这种贯穿式的设计 而且它用一个镀铬的亮条去提亮它 这样视觉效果很丰富 而且辨识度也高 其实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处理 是在它的下部 下部用这种镀铬的亮条 两边围起来的一个几何区域 它不是尾排 但是猛的一看又像尾排 这样的话就能增加它的力量感和动感 说完了它整体设计的一个情况 我们到里边去看看它内饰 EGEN MAX采用的是科技风雅座舱 你可以看到采用的驾驶员环抱设计 这里有一个镀铬的亮条 一直贯穿中控延伸到车门 并且方向盘的下部也做了镀铬的装饰 所以它内部和外部的整体设计 一致性是非常好的 再来看看它的材质 中控包括中央通道 还有车门都有这种软包 并且中控这里 你看类似于AKATARA材质的手感非常好 所以整体的这个车的质感也很好 我们再来看看它车机的部分 毕竟是这两块大屏幕 中控屏10.25英寸的 属于这种扁宽的造型 它里边内置的叫 Windolink 6.0 人工智能车机系统 你可以看到软件还是比较全面的 它一个是可以语音识别 然后导航 还有一些应用程序 比如央视影音 雷石卡拉OK系统 其实配合它的尊宝的音响 你接了外置的话筒之后 其实你是可以在车里边唱歌的 其实我觉得内饰部分必须要提的是它的4D柔风空调系统 其实从设计上来说它又挺独特的 整个采用的是这种隐藏式 而且它保留了实体按键 只不过设计在这里一小窄条 这些都是为了驾驶者 触手可及就可以操作它 那整个的温控是全部都是智能的 而且我给你打开它这界面 你可以看到 它是这种360度的扫风模式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对车里的老人和小孩特别友善 让他们在车里只有凉感 没有风感 不直吹他们 所以这样下来 你整体看E旋MAX它的内饰设计 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 接下来我们就把车跑起来看一看 E旋MAX它的这套马赫动力系统 发动机用的是1.5T的 配合的是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最大功率140千瓦 最大扭字是300牛米 数值表现不错 基本上和一套2.0T的动力系统持平 那另外就是它的这个1.5T的发动机 在2020年的时候还获得过中国10家发动机大奖 中产机价比较关注油耗 那燃油的这套动力系统 它的百公里油耗是6.2升 工芯布认证的 那混动的那套成绩就更好了 能够做到4.3升每百公里 在路上开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它的初段调的还是比较猛的 还挺窜的挺给力 到了中段之后 你就会觉得它的工况还挺平顺 另外这个车是有M档的 你要放到M档的话 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发动机 在一直转速在往上挪在给力 E旋MAX它有两种驾驶模式可以选 一个是ECO 一个是SPORTS 那你点ECO的时候 在这种模式下驾驶 你可以感觉到就是提速 还有油门的响应 就温柔一些比较缓和 来咱们再放到SPORTS下面 可能我们再踩油门 你就明显能感到它的换档 还有它的油门响应比刚才激进了 两个差别还是蛮大的 我们驾驶的E旋MAX这个版本 它是带有驾驶辅助系统的 正好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说说它的仪表盘 仪表盘信息非常的丰富 但是它设计的布局又挺合理的 右边这边讲的是车辆跟交通的一个环境的信息 它可以识别周围车辆在这里显示出来 中间的部分它显示的是地图的信息 它把这个数字速度表的部分设定在它的上边 虽然是重叠的 但是显示又很清晰 左手边是跟车辆油耗相关的这些常规信息 它这个驾驶辅助系统的开启键 就在方向盘的左边 操控起来也很方便 你只要按下这个ACC自适用循环开启的按钮 再往下拨它就激活了 那我们现在在环路上可以跟车行驶 整套逻辑还不错 那另外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车道保持 然后这个A1B的这个紧急制动系统 然后常规的这些L2级别的它都有 另外呢就是它还能识别交通的这个标识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知道这个 你在一个什么限速下它可以帮你自动调整 另外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在A柱上面有一个摄像头 它是对着脸的 那一个呢功能就是它会进行疲劳监测 那如果你驾驶的时候 眼睛撇啊脑袋歪啊走神 它就会提醒你专注驾驶 还有啊就是它是进行人脸识别的 那如果你的驾驶员的ID记录之后 你坐在车里一上车 它马上就可以对你脸进行识别 让车辆调整到专属你的这个状态 不过啊在这里要友情提示一下 就是有小朋友或者有家人在车上的时候 通常我都不太使用驾驶辅助系统 那主要是还是逼自己啊 要把注意力专注集中放在路上 都说养娃不容易 其实啊如果有一台车 你会觉得也没有那么难 就像我这台一轩MAX 它呢就像一个好兄弟站在你背后 为你的家人挡风遮雨 带着你到处跑腿 在你累的时候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个 私人的休息空间 最重要的是它从来都不嫌弃你 所以啊酷爸行爸们面对生活加油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